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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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他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前方的报道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前方记者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我在浙江曲州国际大酒店 这里是第四届烂科杯中国围棋冠军赛决赛的现场 这项两年举办一届的比赛 从2008年开始被中国企业和中国围棋协会 列维拉正式的比赛项目 参赛的棋手他们的成绩将会被计入棋手的等级分 在本次的比赛当中跟以往一样 具有高额的奖金设置 获得冠军的棋手将会赢得5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 获得亚军的棋手也会有15万元人民币的进账 在以往的三届比赛当中 获得冠军彭泽奖金的分别是 于滨 古力和谢赫 那么在本次比赛当中呢 进入决赛的陀加西和孟太宁 他们谁将会笑到最后获得冠军拿着奖金 让我们拭目以待待会儿的他们的精彩表现 天眼围棋频道记者杨小燕从浙江曲折为您发回报道 好的 欢迎回来 看完前方报道 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题往下聊一聊 就是你说的这个现象呢 实际上对于现在的这个中国围棋呢 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看了这个现场的画面 这个应该是昨天对昨天半决赛的画面 对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介绍的这盘棋 对 王棋呢 王棋其实大家看上去他显得很小 但是实际上他是84年出生 今年28岁 也不是说年轻的 很年轻的棋手了 在这个 在围棋界当中算是中间代表吧 甚至可以说算是老将 28岁的老将 28岁的老将 18岁现在都不能算是小将了 18岁 18岁还可以算小将吧 但是现在实际上你看 前一段的这个百灵碑谢尔豪13岁就打入世界四抢 对 真的是 现在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对 竞技体育嘛 就是这样一个趋势 总是得年轻者得天下 对 那陀嘉西呢是出生于1991年 是 今年是21岁 是 应该说正是当打之年 对 但是实际上陀嘉西他出成绩也很早了 非常早 他15岁就打入长期碑的四抢了 是的 是的 那个时候留着一把大胡子的陀嘉西 就已经被人称之为陀佬了 15岁 对 就是他的一个个人标友 一个先名的特色 对 对 对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标签吧 嗯 然后 就像陀嘉西这样有超强实力的棋手呢 他不是不想升段 他只是觉得 与其 因为从三段要升九段 如果说真的去打段 他要打好多好多年 真的是 对他来说呢 他也觉得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或者他觉得自己应该有实力 拿到世界冠军 肯定是这样认为的 不仅他 我想很多棋友们 包括业内的棋手们 也都对这个有信息 陀嘉西的实力确实 我就拿世界冠军迟早的事吧 迟早的事 对 如果陀佬一天 王老师非常看好他 对对对 因为我跟陀嘉西也 09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在中信北京队 共同度过一年 我们是队友 我觉得对 那一年跟他接触下来 确实印象很深 他的这个对棋的理解呢 很独特 很多东西是我们想不到的 这个这么有才华 然后又有力量 有成绩的这么一位棋手 拿不到世界冠军 才是奇怪的事 应该说很有天赋的棋手 是 有天赋 有实力 好 我们来欣赏他这盘棋 好的 这个王锡九段呢 最近 最近一段时间 应该一直在下中国流 可能 得有三四年了吧 是吧 中国流应该是 最近应该三四年以来 所有中国棋手 都是比较爱下的 对 是一个大的趋势 王锡应该算是 推动这个潮流的始作俑者之一 是吧 一开始他盘盘都下的时候 大家还不是那么热情 后来发现王锡这么下 确实胜率挺高的 也都追随了 中国流说的太多了 我们今天不多讲 我们看后面的这个进程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盘的这些精彩的看断 好的 这个开始的这些布局呢 都 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都已经多少提到过了 可能在其他对局中 也会介绍到 是 我们今天暂且在这里略过 这个跳在以前呢 看上去是稍微的冷门一点 但实际上现在也正常了 以前可能跳这边是比较多的 是 一般都是这样 白棋刺一下 这个是古老的定势 这时候粘还是爬呢 如果爬的话 白棋恐怕就不在底下走了 可能就会在这边 先挂点引针 一般来说还是粘 粘一个最普通的下巴 是 是这样 再跳起来 对 然后白棋再小飞回来 这个棋呢 在上世纪的时候 应该说是被大家公认为的 一个定势 没有什么 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一个 最常见的下巴 是 那时候大家反正都被谱 就这么下了 也没有什么变化的余地 觉得在这里 也不用动什么脑子了 对 但实际上进入到新世纪以来 这个围棋发生的变化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以前所认为 公认为是定势的下巴 不值得思考的 这个没有什么思考价值的地方 很多东西都被推倒从来了 像比如说这个局面下 现在我看 单跳这个的人 单跳这个的棋手 要多得多了 就是比跳这个 比跳这个多得多了 因为普遍的棋手 还是认为这个跳 跟白棋这个拆相比 损实地 损实地不敢 这个现在的棋手 都比较看重于 这个实地方面来说去 是的 因为现在大贴木 贴七木半 就是三右四分之三四 是 这个差两木棋 对高手来说 真的是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而且这个棋一跳 跟白棋一拆相比 相交换之后 局面就变得缓和了 就变得非常的平稳 容易进入收控 比关子这么一个状态 这也是上世纪 常有的这种围棋状态 而这两手交换的 实际上保留的变化 就特别的多 对于飞棋来说 以后它是期待 这个打入或者这个打入的 而既然没有交换到这个 以后白棋震这个的时候 就变得非常严密 就这样下棋 就很容易把局面 引向这个战斗的场面 所以这个也是 新世纪为棋的一个特点 是不是可以这样想 就是说黑棋 尽量让这个棋局 导向一个乱战 混乱的局面 如果是很细棋的格局 可能越到这个后半盘 越是大贴幕的负担越重 黑棋的基本思路吧 基本思路 其实我在注意到 这个贴幕呢 是一个因素啊 但是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呢 实际上人们的生活节奏 再加快 围棋呢 它的适应性很强 我们说围棋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其实能够被列为传统文化的 都是有很强的时代适应性 就是它能从几千年创造出来 一直流传到现在 而没有被毁灭 没有淘汰 就本身就证明了 它是有强大的适应时代的 这种一个能力 那么现在生活的节奏在加快 时代的节奏在加快 围棋的节奏 不知不觉中啊 也在加快 这种东西呢 其实是潜移木化的 其实你我都是下棋下了很多年 我们可能突然间有一天醒 我现在的棋跟以前不一样了 但是细细琢磨下来 实际上它这个变化啊 偶然中是有很强大的必然 是的 像这种棋呢 这个变化啊 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代表性 以前的棋都像在这儿 但是现在就逐渐的就没有人下在这儿了 都走在这里 我记得最近讲过的一盘棋是 去年年初 去年年初 朴文瑶对孔杰的那个LGB的决赛第二局 直黑的孔杰就下的是这个 其他地方应该都还差不多 后来就白棋就震这个 马上就这个棋就变成 白棋先走 然后黑棋走了一个什么 白棋马上震过来 就这个就变得非常的厉害 这边的局面不太一样 稍微不太一样 它是那盘棋是小木 然后挂这个的 挂这个拆回来 那么下得起 挂这个拆回来 是 反正大概差不多吧 就是这个局面 这个局部是一样的 黑棋呢 不知不觉中就变成这个跳是正招了 是 很有意思 可能现在的社会也好 骑手也好 这种慢慢下棋 或者说比较悠闲的心情是越来越少了 对 没有了 这个确实是跟时代的这么一个变化有关系 你要是说 非要理解围棋跟时代的那种变化 就袍哥们得问呢 以我的能力也不太好 特别解答 但我只能把这个现象给大家说出来 确实是这样一个现象 是的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样 包括琴棋书画其他的一些艺术范围 如果你任何一项有艺术特性的一些传统的话 如果你不能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而改变自己 让更多的人来接受 我估计离消亡也是迟早的事 必须要适应 对 但是围棋它永远不会消亡 就是围棋 棋手作为演绎这些艺术的一些这么一个演员 它的适应能力也是非常强 就是原来 你比如上世纪 什么样的人最厉害呢 像小林光一 像李长浩那样的人最厉害 就是他们在本身拥有很强大这么一个战斗力的同时呢 他就靠内功慢慢就把你磨倒了 是的 一般人你就跟他进不了他的身 他就如同武林高手似的 他铸起的那个气场 已经足以把你那个 两米之外就把你干掉了 是 但是现在的棋呢 根本没这回事 现在的棋 你要是不想 就是通过战斗 你就想拿一个冠军 然后赢一盘棋 几乎不太可能 所以现在这样的时代 就是李时时鼓励他们这样的厉害 我们看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像前两年孔杰爆发了 孔杰这个被大家期待了很多年 最后拿了世界冠军 他爆发实际上也是有必然的趋势的 就是他原来 就是像李长浩 小林光阴那样的比较坚实 比较后发指引的棋风 但是后来慢慢的 他的力量也涨上来了 所以他就爆发 就是但凡没有力量的人 想拿世界冠军 几乎是不太现实的 我们其实今天看的这盘棋 陀嘉熙和王熙这两位棋手 也都是栗战型棋手的代表 没错 当然现在这个时代呢 可能像小林光阴 李长浩那样的棋风的棋手 也会越来越少一些 是的 这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我们来看领盘棋 讲的有点多了 中国流的常规定型 拖 拖一下 然后靠这个 拌 然后再退 这个地方的变化有很多 断一个可能也可以考虑 我们在这不用太多讲翻 断一个大概也可以 断的话 黑旗有退和顶的这样的下方 应该都差不多吧 他这个单退也比较平稳 单退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长的话呢 他准备先糊你一下 问一下 这个要被糊一下 有点不舒服 如果挡住 打吃一个 沾上 对 然后退的时候 这个形状不愉快 这个形状如果黑旗在这里的话 还不错 这一手单退呢 直接退回来 把这个形状做得比较完整 比较愉快 但现在这个在这呢 如果还是退 这明显留一个穿向眼 这个地方是黑旗将来的一个 很不舒服的地方 可是你现在要抱吃呢 上面被白旗拐打一下 这个也不舒服 也不舒服 如果下穿这样的话呢 白旗飞到这 这个整体的定型 黑旗不太满意 对 这个地方 由于这个字的位置啊 对 所以黑旗没有选择 所以这个棋呢 当白旗退的时候 黑旗时代还打这个 打这个 转上 接上 向后再搬 这个图 这个图也是最近开始流行起来的一个变化 在我们小时候学旗的那个时代呢 相对于中国流的挂角的一些变化 是没有这种变化 不过现在的这个围棋啊 真是颠覆了很多传统的理念 是 是 其实 我再总结 我也再总结这些东西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 总是会有一些规律 新世纪的围棋嘛 我们争取写一本书出来 新世纪的围棋 给大家总结一下 确实很多变化 我们自己想想也都觉得挺有意思的 包括我们以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以前双飞燕的时候 都觉得是压强不压弱 这个大家可能都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格言 对 都听到过这个 但是实际上 大家可以观看一下职业洗手对局中的 这个在最近一些年的这种双飞燕定式的演绎 基本上都是压弱不压强 80%都是压弱不压强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 这个理念在变化 也许在过段时间对这个强弱的概念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是 这个东西呢 就是时代不同了 解读的眼光也不同 如果要是墨守成规 牢牢记住小时候所学的每一句谚语 再来下棋的话呢 那个下的棋绝对是平庸的棋 看来创新是世界一个大的主题啊 对 有的人在创新 有的人在发现 就是有的人呢 在这个学习别人的创新 总之要以学习的眼光来面对眼前的一切 这样的话才能下的好棋 没错 走成这样 这个棋告一段落 然后白棋 拆完 就走这个 就去拆这个很大 好极大厂 点脚 现在布局 布局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啊 比较平稳 对 这个棋呢 还要不出什么毛病来 双方下的都是普招 但是毛瑞啊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个平稳呢 容易给我们一个造成一个错觉 就是觉得这棋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棋评啊 看各种各样的这个高手写的棋评 经常会一句话啊 从此局面开始进入平稳的状态 那个可能导向受关的还是什么 现在我发现满波是那么回事 你看现在这棋可能下了三四十手 觉得是挺平稳的啊 可能是要进入关子 这个战斗呢 往往会在不经意之间打响 其实我们都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没有什么战斗的地方了 有的时候两个人就为了一木齐 马上大大出手 一向便宜他一木齐练不齐 马上一个局部就杀得混在这里了 就是 越来越激烈了 这个就是鲜明的时代特征 不过我觉得一盘棋 如果没有一处有战斗 也是不太不太容易实现的吧 现在是 现在是这样 但是我们要翻看一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些日本的所谓的六超啊 几位超约棋手 那时候日本维系比较强 我们也是跟他们学习很多年 经常大家就步步局 收手关 中盘直接省略 一个铺地板 对 最后半目胜负 拼这个功力啊 是 其实那时候说这个棋比较多 现在确实不太可能了 现在我觉得 可能棋友们也比较愿意 那样铺地板的棋 职业棋手看起来可能有点异 对 这个比内功 什么地方 这个一细腻啊就赢了 那可能对越野棋手来说 看那种棋实际上挺煎熬的 对 从这个开始呢 精彩就来临了 我们就主要是给大家来介绍 这边的这种精彩变化 这盘棋其实上 基本上是一个从头杀到尾 有这种感觉啊 从这里开始 其实战斗就是从这里打响的 对 对于飞棋来说呢 简单的活棋是不满意的 对 因为白棋非常空旷 对 比如说这样 如果黑棋不敢搬出来 比如说就从尖一个 白棋退 黑棋飞 这个棋活是可以活的 但是如果活了的话 这边损失比较残重 这个将来 比如白棋点啊 飞下去 问一下 这个对黑棋的这种打击呢 就会比较严厉 是的 必须要照顾到这三个子啊 对 因为这个地方本身白棋比较空旷 黑棋打入呢 白棋是可以允许黑棋活棋的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损失不是很残重 那白棋外面助袭到后市以后 在进攻黑棋这三个子的时候呢 黑棋实际上全局其他地方效率也没有那么高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优势 如果这地方落下 落于下风 出于被动的话呢 这棋后面是很难下的 对 所以对于王棋来说呢 他在这个地方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活棋 他要揪起白棋来 跟我一起来作战 或者一起逃跑 就是让在这个地方 不仅要做活 还要让双方厚薄的态势呢 成为一种均衡 这个是王棋的这个终极的追求目标 对 所以他翻出 目标比较高 对白棋当然是有断 必须断了 再先 对 等于就是黑棋要提前把白棋先断掉了 这个非常的凶狠 白棋拖 白棋这个拖呢 有点意思 因为这个打吃 基本上是黑棋的先手 应该看作黑棋的权利 拖是 应该算是 好棋吧 这个局部 因为这个局部 如果直接打的话 好像没有 意思不大吧 王老师 直接打 直接打 其实也 第一杆可能是 我相信其友们 可能第一杆也会往 这些地方想 断一个 对 那这样的话 这个估计 对 估计它会冰一个吧 冰在这 或者沾上 因为这个顶 可以看作先手 对 大概还是要保持 大概保持还是立呢 应该是保持 保持 这样的话 其实也完全可以考虑 这样的话 黑棋也会厚一点 黑棋可能对这个好一点 眼味丰富一点 这个子看作已经有先手了 所以考虑的是这个子怎么补 这样的话 黑棋也厚一点 白棋可能不太满意这个 我们对这盘棋呢 说实话 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来讲这盘棋 研究都不是特别透彻 这个其实像对于王日这个问题 我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这里还跟大家报个歉 就是因为这是昨天下的 王老师是比较认真负责的 我昨天下的棋 按你说 我们今天讲这盘棋呢 应该讲得更细致一点 但是第一呢 时间有限 我们主要的这个经历 等会儿会给大家讲 这个今天的决赛 这也是我们的重头戏 第二呢 确实我在这个局部研究的 局限性 对局限性 其实你虎吃出来 我想啊 我想白棋可能不满意 就是会是让黑棋下的太厚 这盘棋我们还是心想为主 对对 它这个单拖呢 比较有趣 单拖也是埋伏了一个陷阱 单拖 黑棋如果搬的话 在白棋一夹 这里可能不能随便动静 就马上夺 这时候不能打尺了 对这时候不能打尺 夹你只有接 然后再扣吃在这 这样的话呢 黑棋不太舒服 吃在这里 当然黑棋不会犯这么简单的错 黑棋单接 拖的时候黑棋是单瞻 我们主要欣赏 这个后面的一些战斗的场面 好 尤其有一些局部的手段 确实是 看上去挺累 挺悬晕的 让人跳这个 护住 所以如果被黑棋先尖一个 有点大 是吧 是 它关键 它好像还不敢冲 它如果冲的话 黑棋甚至可以直接 马上尖 对 如果能冲到的话会好很多 但是应该冲不到 如果能冲到对后面的作战 差别会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 这个拖断 我会感觉多少有点太过分了 好 太厉害了 对 这就好像说算了吧 直接飞坐火 这块黑棋自己还没坐火 马上就来分段白棋 对 这个有点 有点太过分了 不过从此开始呢 大家也比较有眼福 就是 他要是 不是像王熙这样的这种 比较喜欢战斗的这种风格呢 可能就会选择平稳的 相对平稳一些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马上这个棋局就是 马上进入非常激烈的战斗 是这个吗 对 打尺的时候 白棋打尺这个 白棋上面 对 这个棋本来普通的一个打入 应该就是 你来攻了我两下 我来做活的差不多了 这个没想到在这个局面下 突然就变成了 这个非常惨烈的一个战斗 好 这个肯定要开截 要提截 这个才是 拖吧 没有 提一个 靠了一下 靠一个 他在提这里 白棋也是很细腻啊 刚才没有马上提 把这个当做截材 对 但是黑棋的目的呢 就是逼你这个做一个交换 你提这个子 和他提这个子的价值呢 当然显然是不等值的 是 提 拖 拖这个 拖这个 扳的时候 黑棋要断掉 这里他没有马上提截啊 黑棋其实先提截 也不是不能考虑 可能 可能王锡觉得这个地方交换机收也不亏 对 这样截材也比较多 嗯 那这件的话呢 这个 这个拖 黑棋拖这个找截 被白棋定型成这样之后呢 这里欠个段 对黑棋也不见得得力 这个段将来是很严厉的 他要找机会 还要补一手 提过来 沾上 嗯 沾上 然后黑棋现在要想办法封住白棋 嗯 这个 这样的话 白棋先拖先 白棋先断这个 嗯 这个段呢 主要是有事无恐 第一这地方有尖的出头的这么一个方向 第二将来这里等于随时一手棋就把黑棋打死了 对 那黑棋 我们看断这个的时候 黑棋就把这个截开中了 这个 断的时候他先退了 先断 嗯 先退了一下 然后尖出来 哦 尖出来 尖的时候 黑棋把这里打吃了 打吃了 这个打吃其实有点损的 嗯 他就是还是不要让白棋一下给补净了 他宁可损目 要把这个地方味道做足 对 当然这个打吃对于黑棋来说也是他的权利 就是看黑棋怎么选了 嗯 对 如果看作里面是死棋的话 这打吃明显是损了两目 对对 他现在就是要有宏大的目标 一定要把白棋封进去 白棋如果说不要靠体节销 比如说要靠冲 对 在吃 在这里要连补好几手的话呢 黑棋这个打吃一下就值了 嗯 送了一个能够逼你鼓两手回来 对 就值得了 是弃子啊 对 然后白棋这时候肯定要往外拱啊 白棋是打吃 打吃 嗯 先打吃你 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黑棋为什么是躲在这呢 其实说实话我也 如果接的话呢 他担心啊 这个子的效率要高一点 他总是希望白棋能够再回去补一下 他希望你现在冲过来 因为如果沾的话呢 本身从这个打结的角度来说呢 黑棋也是打没有白棋的 然后将来这个地方被冲 被冲完了跳几下 然后这个冲再打 就可以打成一个很难过的形状 主要是黑棋对这里形状有点不满意 当然白棋现在是不是敢抓这个气也不一定 那现在就是作为白棋来说白棋只要一提结 黑棋这个局部肯定是缓气结 还不能够跟黑棋拉紧气 黑棋这个如果沾的话呢 可能是担心效率不够高 还不够充分 他要补在这 但补在这客观上来说 这个结呢对于白棋的压力也变小了 变小了 马上提过来自身 刚才如果接的话白棋可能是要先补 先补气不太敢这个撞气 但是现在他既然走在这的话呢 这个我感觉还是这样问题手 白棋这边的活动余地也大了 现在白棋在这拼出来了 哎呦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他不是补回去啊是跳出来 对 断 断 然后提一下 这个多提一下 对白棋的气啊还是便宜了不少 再长 再长 我们现在看当初这个 吃在这里好像是小有问题 松气了 松气了 不够记错 得的有限 得的有限 他期待将来这个粘的先手的复瓜 但实际上在这个局部关键的作战时刻 尤其这个打吃还多少先损了两步棋 然后再下这样的棋呢 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就他所期待的呢 王锡所期待的稍微有点过 他所期待 对我走在这儿你还能补这个 不过现在的棋手呢 实际上就是这样 就是你说他贪也好 或者说他积极进取也好呢 就是他下这么多年棋 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 他之所以有今天的这个成绩 实际上也是因为就是靠他下棋这种 有这个分割 有追求性的这么一种分割来获得的 你至于他今天这盘棋有点过分 那也只是敢巧了 对 这盘棋 你而且碰到对手反击的好 你才是过分 你要是对手没下那么好 可能也就不是过分 因为我觉得有的 每个棋手风格不同 有的棋手呢 下法可能 就是两种下法 一个偏保守 一个偏这个激进 可能那有一部分棋手 就比较喜欢这个 下的比较满的 是 可能王锡属于这种人 王锡肯定是属于那种比较满的 然后 踢这个结 踢这个结 白棋打吃 再断 对 现在白棋不肯老老实实的补回去了 白棋要先追究你的毛病了 因为这里有一个长的先手 吃过来 是 这里要补 现在白棋是不肯这样吃 这样吃 它是拐出来 对 它是这样 如果这个吃的话 被冲了贴住 是不是要坏事 要坏事 这个 吃在这儿 吃在这儿的话 它可以先 我只能粘 这个被封进去 也不舒服 被封进去 这个局部还是 要 还要 还要换一手棋 现在外面不对了 外面已经 如果这么被黑棋玩疯的话 即便你把里面吃了 黑棋这个中央太大了 所以这个白棋拐出还是 必然的 对 必然的 就是对于对手的这种追求 有点过分的追求 这个反击要反击的彻底 对 当然黑棋贴紧起的 这个时候确实 有点乱 这个高手之间 其实这些地方是 不能松的 是 这个非常乱 他现在体贴 提 提这个 有点看不清 还有二 也确实准备的不是很充分 但是还要找棋谱 因为我们也是临时决定 要把这盘棋加进来 拐 拐 提铁 这个铁一直打得很激烈 对 下面没有 这个找结的时候 确实是 要护了一下 护对了 要不齐 顶 提 提铁吧 现在是提这个吗 刚才我们可能他提的是这个节目 哦 现在现在提这个 刚才白棋可能提的是这个节 然后他虎一下提这个 对 提回来 虎这个 嗯 提这个 嗯 然后 然后特别铁是拖 压了压了一个 压这个 哦 先放一放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还是可以暂时缓一下的 对 这个节不是很紧 确实黑棋补也暂时补不尽 嗯 我们看着他实战吧 这个 然后他接 接这个 要求把节开掉 这个节是在谁的手里 黑的手里 是 然后白棋提 这个时候不能再松了 必须要把这节打赢了 然后黑棋打吃 嗯 这个 再提回来 白棋同样都是鞋材 打吃这个 嗯 这个节 现在黑棋 这边被白棋压了一个以后 黑棋的节也在变重 嗯 就这个节呢 确实 因为他又扒了一手棋 对的 然后提 他把这个提掉了 没有节了 其实是黑棋也是做了一个判断啊 相互是 没办法了 就是白棋看来刚才还是挺一高人胆大的 就是敢拖一手棋 嗯 然后去走这个 他把节才算得比较清楚 对 走这个逼着黑棋在里面补一个之后呢 这个棋 这个节对黑棋的这么一个价值来说变重了 他现在必须得回头回过头来补这个 必须得补这个 必须补 这个整体的作战呢 说实话啊 嗯 挺难判断清的 现在局部来看呢 黑棋 黑棋如果就那么死掉的话 确实是有点问题 但是已经是死的 对但是他这个里面是不是还是有点手段啊 比如说以后打吃你走 提走 就这个节好像还没有完全消敬 还有棋 对 如果说黑棋外面全都没有问题呢 比如说黑棋打吃 如果说黑棋的节才是足够充分的话 你要是光收气 他一提节你再收气 这个棋是不行的 不行 要是接的话呢 他再打吃那个 再打吃 还是还是个节 你在粘这个有点问题了 对 当然你打吃的时候他不会接了 他肯定是提节 继续来跟你 继续来跟你打这个节 对 所以这个节还好 还把黑棋三补了一个呢 黑棋三里面虽然走了一个 但是还有价值 还有价值 这个手棋不是浪费的 嗯 这里黑 白棋要小心 黑棋 节才一旦充分的时候 就要补齐了 对 其实他现在就提节了 啊 还是补了一个 嗯 他就补齐了 花了一手棋 他如果不补齐的话 实际上对白棋来说 肯定是想往这下棋的 啊 往这下棋去攻杀 黑棋 他可能担心黑棋 真的直接马上跟他打结 是 好 先提 嗯 嗯 然后黑棋跳出来 嗯 白棋靠 四 然后又翻五 又提回来 提回来 嗯 白棋这时候气和不理了 对 反正那个节呢 也不是那么好开的 嗯 嗯 拿吃 黑棋这个棋 确实找不到什么很好的节菜 他现在又回过头来搬这个 这一串的 这个时候 嗯 对 这时候白棋是选择了补 嗯 我觉得现在补还是挺明智的 因为一补以后马上做活了 对 很干净 做活了 嗯 等于黑棋 那白棋还是有所得 对 等于白棋在提节的过程中 逼着黑棋这个跟这个交换了一下 这样的话 上面多了一下掐打 这个 如果没有这个 只让白棋单纯粘一个的话 等于花两手棋 嗯 还是有点亏啊 那不肯 对 他也不会花两手棋 就是他提的时候 他提等于是补齐嘛 嗯 黑棋的意图是通过提这个 希望能把你逼到这儿去 对 这样的话对于后薄呢 是差别很大的 对对对对 现在等于是在打结的过程中 黑棋在这儿做了个交换 对这个白棋有所得 明显这边头变软 对 当然黑棋在这儿也是有所得 打到了 对 这个 搬的过程中 等于逼着白棋火了一下 被打吃掉了 就双方仔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啊 嗯 能不能弹得拢 对 就要看在棋盘上 见分享 对 现在看呢 显然大家都还是信心满满的 不过白棋 黑棋味道很坏 黑棋这个地方 包括这个地方 这个味道都很薄 后来我们看实际上 我们主要给大家欣赏一下 后面 陀佳西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表现啊 顶 顶这个 顶这个 嗯 来推 这个 按一下啊 然后要接这个啊 这个很凶啊 这个黑棋很凶狠 中央全是我的 但是这个味道确实就非常的坏了 白棋点这个 这个是一条突破口 点在这儿的话呢 黑棋中央已经很难封住白棋了 嗯 这些注意要是如果这么打吃 被别人这么贴出来 这个不好啊 单点是比较精彩的手段 拖这个 局部已经不好硬了 黑棋要先处理那边 否则的话这里被白棋连下的话 是 黑棋也挺痛苦的 你是在寻找一下头绪啊 嗯 然后白棋也不理了 白棋从这儿走出来 啊 吃 打吃吧 那块啊 把这个冲死 这个很大 冲锋在这儿 构型骑士 嗯 嗯 对 防水你要往后摘一点 打个 已经到了这边 也蔓延到了左边 对 然后冲过来这个价值很大 然后 这个局部是要有收气的味道 黑棋走这个 好住 嗯 还是在这地方还得下 不下也不行 对 后面的手段呢 比较精彩 其实我觉得 因为整体来说呢 很难判断 这个作战到底是谁胜 是不是很难判断 但后面呢 因为拖家锡下出很精彩的手段 这个局面呢 一下就 就逐渐的明朗起来了 嗯 这个 其实王老师说的 现在形势比较难判断呢 就像我们前面聊了那么多 就是现在的围棋和以前的 确实是不太一样 以前可能有些这个形状 大家是一个比较有默认的 一个判断优劣的一个 一个棋型 以前的棋好判断 以前的棋大家 就点木嘛 对 就点木也容易点 你四五十木 我五六十木 而且棋型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比较简单 看起来是 都是有一个定论的 对 现在的棋型 越来越难说 中央的这种定型 很多地方悬而未决 就是真让我去点木 我不知道从何点起 没错 不知道怎么点 只是从质感上来判断 就是白棋能够把那个棋 削成这样 逼着黑棋在这 做了一个交换 感觉上白棋还可以 但是这个棋 对于白棋来说 实际上压力也很大 黑棋现在一走一走 就是中央基本上 就属于是黑棋的实际范围了 白棋要是走不出 特别精彩 特别漂亮的棋 这棋是够呛的 因为这边还牵一手死棋 你不能够 全都是让黑棋被主控了 现在可能很多棋的要判断 真的是实战解决 是最好的办法 对 所以我们就是 后来投家机下出几步棋 我刚才简单看了一下 我觉得下的特别精彩 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就来欣赏 冲回来 这边先往家 得连一连 顶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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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吃脚 这时候其实起了20多目棋 但白棋如果就这么普通下的话 黑棋中央再走一个 白棋确实不一定 不一定乐观 所以白棋在这动手 先压 压 搬这个 大家看 这个实际上是在做准备工作 如果这个压 压完了以后 单纯拿白棋这六个子 跟这边黑棋杀气 是不够气的 不够气 但是白棋在这个地方 准备了非常精彩的手段 从这个压开始 这是组合拳 现在拐出 这个拐出 按理说是不成立的 被黑棋这么打了打吃 你现在又不敢接 接被拐出来 这个拳都死进来了 可是如果不接 就是外面这么打吃两下 其实意义又不是很大 这个时候 陀加西 当黑棋打吃的时候 陀加西这个单压绝妙 这一压可以说是 这个计算力真的很强 陀加西就是 从这个压的开始 已经计算到这里了 从这个压开始 对 肯定计算到这里 这个压到这的时候 确实黑棋麻烦了 就是黑棋 原来我们只是说味道不好 但你是不是能出奇 这个学校水平的 对手味道不好 你要没有特别强大的计算力 你直接出奇的话 那这个棋 你光看它味道不好不行 现在的棋不是讲到底的 你得下出招来 实战的减功夫 真的是要减 压就确实 黑棋已经不好办了 黑棋如果长的话呢 白棋这个跳是先手 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刚才说的 跟这个是有联系的 对 你比如说你现在补棋 它这个虎刺一下 虎刺 你只能粘 然后再打吃 再打吃 再打吃 再一冲 这些都是命令型的 命令型的 对 完全是没有 没有这个反击的余地 对 你看这个棋厉害了 这边要断 再断 它打吃两下以后 直接一叠 就两口棋 两棋杀三棋 非常清楚啊 非常清楚 这个跳等于是决先 对 这个跳是决先 黑棋如果补这边呢 也不行 比如说黑棋走这个 黑棋什么 随便补一个啊 补一个的话呢 无论它是补在哪 黑棋一毡 白棋一毡 你再拐的时候顶住 正好这个棋也被弃伤了 这个子是一子两用 对 妙手 所以黑棋不能长 长的话肯定王熙也看到了 这个一跳不行 那不能长也很麻烦啊 这个它拐出 分力拐出 拐出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白棋 我们可能看到了一个简单手段 就是白棋如果现在吃 再吃 如果黑棋接的话 现在手里打吃已经得争死了 对吧 但是如果这么强的话 那不行 白棋得的不够 因为打吃这个时候 黑棋可以不沾 黑棋直接补在这边了 对 补在这边 如果你吃的话 它再回过头来 把你这个吃了 这个收获不大 这么提掉几个字 收获不大 白棋还不够满意 不够满意 对 这时候我们看 是要追求这个利益的最大化 单拐吃 单打 对 单拐吃 可能我们有的棋友 觉得 头家棋是不是看错 明显这个可以直接蒸掉的 明显粘上以后 蒸不掉了 如果现在蒸了 这期已经蒸不掉了 对吧 还不如刚才那个 打吃一打吃 我相信可能 不仅是普通水平的 可能是比如说 业余高段 那个业余六七段 或者是职业低段的棋手 可能都会选择 这么打吃完的一种 低感 对 但是头家棋这个时候 很非常妙 它拐打完了以后 它是要把你夹死的 这个跟蒸死没关系 这个计算非常的精彩 对 从这个鸭开始 计算到这些 这个百分之百 它计算到了 关键 贴的时候呢 黑棋是不能跑的 如果跑的话 如果跑 跑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看看 跑到这儿的时候 它一冲走 只要跑白棋 能吃掉三个子 双打吃 到处看上去 白棋都是很破碎 很零散的子弟呢 每个子都有用 对 真是叫撒豆成冰 对 这个边打吃的 这几个子 这边打吃 你现在最强的手段 你是提 我一提 提的时候 我提这个 你再打吃 我接上 你这地方还正好 不入器 这边也冲不出去 这边也不入器 所以这里面黑棋 很郁闷啊 精彩 就这么被杀掉了 看起来白棋 这个子都有点 支离破碎的感觉 但是刚好 每个子都有用 对 它这个棋 真的是 也是让人叹为观止 这个计算 确实很厉害 有的时候你说 这个子 差到好处 是有运气成分吗 还是计算 真的这么强 对 这个运气呢 永远都在强者 对 确实你要是从 这个维新的角度来看 确实有运气成分 那它怎么着呢 每个子都 对 操控得这么好呢 但是你从它这个压开始 你注意机会 是它自己创造出来的 比如压的时候 你也只有斑 你也没有 没有别的其他下方 你只有这个 锦能下的气 然后前面也没有变法 就是这个时候呢 确实就是孙子冰 晚上说的 多算胜 少算不胜 况无算乎 没错 他算得多 所以他赢了 就是这么简单 有的时候我们说运气好 其实也是强者运强 强者运强 黑棋呢 有些棋是没办法的 黑棋比如说只有拼 只有拼 对 作为防守一方呢 有的时候 但是他不能计算那么多 他只有按照这条轨道走下去 但是你作为出动的一方 进攻的一方 你要是算不到这些手段 那对手那些棋 都变成好气 当跳个照的时候 后面我觉得这是最精彩的 这盘棋最精彩的地方 后面呢 陀佳琪 其实赢的也不多 陀佳琪最后是赢了一目半 一目半好像四分之一子 四分之一子 我们四分之一 排排六目 对 赢的也不多 应该可以算是大杀小输赢吧 对大杀小输赢 但是呢 你就可以倒过来想一想 倒推想 如果陀佳琪下不出这么精彩的手段 那这盘棋的百分之百输 对 对手在对手这个强大的抵抗之下呢 因为确实虽然黑棋死了一小块 但是外面还是很广阔的 白棋最后等于是核心的 在黑棋最核心的地方出棋了 没错 才给自己赢棋呢 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当然这盘棋确实 陀佳琪赢的嘛 也是当之误愧啊 那下手这么好看的 从压开始啊 其实这个战斗 基本上从这个打入开始 蔓延到这个中盘 对 其实就是一直在这种作战的过程中呢 经常有一些棋友 给我这个微博上留言 说那个王老师你做直播的时候 能不能多判断一下形式 说有的时候我是不太好 这个水平可能还没达到啊 就是在这个特别快的 这种大棋盘的判断上 尤其这种比较混乱的局面 我是没有什么把握 做一个特别准确的判断 王老师是比较谦虚 其实我觉得形式判断 判断可能对棋手来说 是最难的一项 就是尤其是这种局面 很多棋可能计算 大家都能计算到 但是怎么判断 哪个变化最好 其实是非常难的 围棋里最难的确实是判断 判断 这个计算呢 因为直线计算 对于职业汽车来说 那都是基本功 就是有个棋手算个三五十步 那其实都不是很难 没问题 直线计算 对 但是呢这种 很多没定型的地方 让去点目的确实有点难度 那这盘棋 我们就只能判断在哪 走到这儿以后 确实白棋就比较有希望 虽然后面这个胜负的差距比较小 但是应该是白棋 应该是算是 他的一个优势吧 对 这个还是打下了赢气的基础吧 没有这个肯定赢不了 好我们这样吧 我们这盘棋就给大家 简单介绍到这里 因为我们接下来 还有一盘更精彩的决赛对局 是是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决赛下完了没有 谁赢了 我们回过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五十万的冠军奖金 我们回来看一下这盘棋 好的 那我们稍作休息 一会儿再见